韧牙用脱臼的办法使肩膀关节错误 这样就可以将手臂放到身前 而接下来才是解除拇指扣的关键 只见韧牙用双臂紧紧地夹住自己的身体 强大的力量使血管轻轻爆起 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阻断动脉上的血液流通 就和运动员在受伤时 会在腋下夹着物品指血一样 而韧牙的背扩肌异常发达 即便只是收紧肌肉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而缺少血液流通的手指就会逐渐变息 这样便可以轻松地解除拇指扣 此刻两人全都抛开了数目 真正的大战即将开始 只见韧牙率先发起攻击 他猛地一拳打在奥利巴的腹部上 可结果却被奥利巴抓住了手腕 看来韧牙还是太年轻了 接着奥利巴抓住韧牙的手臂猛的用力 竟然把韧牙直接从隔壁拉了过 如此恐怖的怪力 直接把一旁的育友当场吓尿 接着奥利巴抓住韧牙的脚腕和手臂 将韧牙像另一只小鸡一样轻松提起 然后像抖内裤一样将韧牙甩来甩去 不知道和范马勇次郎的招式礼服谁更努力 只见奥利巴将韧牙抛向空中 接着一个火箭冲撞 直接带着韧牙在牢房中穿越 在连续撞碎了三间牢房的墙壁后 韧牙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可奥利巴并未打算就此停手 他抓住韧牙的手臂 将他一把重重地砸在铁纹上 起身后的韧牙刚要喘息 可迎接他的又是奥利巴的一技重区 恐怖的力量直接将韧牙连带着铁纹一起打飞了出去 毫无防备的韧牙重重地摔在地上 看到韧牙还没有咽起 奥利巴从高空一跃而下 此刻两人的战斗已经彻底颠覆了预警的认知 但他还是从奥利巴的眼神中看出戏剧 就在这时 韧牙突然抱起猛的一技颠 提向奥利巴 可如此迅猛的一技 却被奥利巴轻松抓住 反应过来的韧牙开始用另一条腿疯狂攻击奥利巴 可即便面对韧牙如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奥利巴也没有做出丝毫防御 因为他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 紧紧一击 水泥铸成的地面就被砸出个大坑 受到如此重击的韧牙倒在地上 彻底地失去了行动能力 然而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泛马勇次郎的身影 五年前韧牙第一次挑战父亲泛马勇次郎 可年幼时的他实在太乱 只能被父亲一顿抱走 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 让韧牙的鬼脑再次得到进化 他的脑袋竟然发出耀眼的光芒 随后整个面部居然开始融化 此刻他的身体仿佛像水一样丝滑 当他逐渐地填满地面时 突然 重新站起了韧牙和之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御警发现 韧牙刚躺过的水泥地面上 竟留下了一张好似鬼脸般的后背印记 而这正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鬼类 难以置信 在这个18岁的少年身上 居然看到了史上最强剑士公等五脏的身影 看到韧牙好像发生了某种巨大的变化 让奥利巴也不由地开始紧张起来 他决定用出自己的大招了 可正当奥利巴打算向韧牙发起进攻时 紧紧一击 奥利巴就被打倒在地 御警们甚至都没有看清韧牙是何时出手 只记得奥利巴好像是身体前期 然后就莫名其妙地一头栽倒 而这一秒恰巧被摄像机捕捉 在监控的回放中显示 韧牙在0.2秒的时候一拳打晕了奥利巴 躺在地上的奥利巴不禁赞叹 韧牙这一击的威力 看来他的决定是对的 起身后的奥利巴开始说起了绝技 他知道人体在运动中 大脑传达给身体的指令会存在0.5秒的延迟 而要学会这项惊人的能力 必定要经过生死的磨练 并且在平日里保持高度的警惕 最主要的还是留躺在体内的泛马之行 虽然韧牙你已经掌握了这项惊人的能力 但我奥利巴却不需要 说罢奥利巴将双臂高高举起 也施展出了自己的举起 这什么事 这什么事